大家好,我是Josie 新闻人物分享条条道路通罗马 每个人的罗马都不同 这段影音要访谈出身 台湾的旅美工程师庄文献 他是马里兰大学博士 早在2005年的时候 他在研究生涯的成果 对2021年耶旦节升空的 韦伯太空望远镜光学技术 做出了贡献 这段访谈也会听到 他对台湾与美国的教育观察 韦伯望远镜其实里面 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多人的贡献 我只是参与其中一部分 太空望远镜你可以这样想 还有两个功能 一个就是说你可以看很远的东西 然后一个东西就是说 你可以去分析他的一些光线的资讯 然后中间还有一些光学的 一些重要的东西 像它的镜片 它的镜片就是 其实你看那个图片 最大的一个地方 就是像圆形黄色 那个东西是它的镜片 大概是6.5公尺高的直径 对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它有一部分很大的 大概像大概整个 的网球场这么大的东西 是在阻挡那个光线 从太阳跟地球的辐射 对因为他们设定这个东西 当时在那个哈勃望远镜做的时候 它是绕着地球在转的 所以它不能看得非常远 然后呢 他们在做这个 那个韦伯望远镜的时候呢 他们是设定说 能够希望看到更远 然后更原始的宇宙 第一次就是一开始 银河星系形成的这些资讯 在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基本上都是红外线 或是更长的 近红外线或远红外线 这个range 对 然后他们是想要说 从这个物体发出来的光线 它可以去分析说 这些光线的组成成分是什么 但他们要做这个时候呢 就要利用到一个东西 是我做的那个东西 叫做微快门阵列的话 是会比较好的 它可以是可以程式化 就是你可以让说 某一个阵列的元素开或关 所谓的开根关 就像有点像你 你照相机的快门一样 开根关的意思就是说 你让光线通过或不通过 比如说我在太光望远镜 它看到了 比如说1000个物体 但我只对其中的 我想要对其中的100个 或是200个进行分析 他们的光线的资讯进行分析 那我需要把其他目标 全部都打掉 再去分析说 它这些光线组成的 是红外线呢 还是什么样的波长 有多强 因为你有这个资讯 你可以去推测 它的组成成分是什么 1980年代的时候 就开始开始有人做 做这些 这种微积电系统的研究 就是拿半导体 这些制造的技术 然后把机械的东西 用半导体的制成的技术 把它做到很小 对 这就是这个微积电系统 对对 那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微快门阵列 基本上就是用 这个微积电系统的技术来做的 对 当时我的指导教授 他的专长就是做这方面的 他在那个麻生理工学院 他们就是做了那个微型马达 把马达做到那种 像头发那么小的 对对对对 所以那后来他来以后 我们就开始跟NASA接触 然后做这个做这个计划 这只是其中一个一个部分 一个一个一个在他们在他们整个那个 平补分析里面的一个部分 但是这个部分其实每个部分都都都很确认去 说实在的 一开始我参与这个计划的时候 其实在NASA里面是有两个team在做这个东西 做一模一样的功能的东西 那我是参与一个team 然后另外一个team 他们是当时在市面上 有一个有 就是说已经有类似的功能的东西存在 那是德州仪器公司发明的 那那个东西其实已经用在 已经在被商业化 用在那种投影机上面 如果拿过来在台湾网友去应用的话 好处是说 这个东西已经人家做过了 你可能稍微改一改就可以了 就可以用 然后但是坏处就是说 对于他们要求 所要达到的那种解析度 或者是信号 因为你从非常非常远的太空 做过来的信号是非常非常微弱 所以如果用那一个 德州仪器公司所做的 那个技术的话 可能没办法达到那个要求 对 第一个是说这个东西不是用在地球上 不是在常温这种 从来没有人试过 在外太空那个温度里面 大概是-220度C 的那个温度里面 从来没有人知道说 这个东西弄上去会发生什么事 然后在那个哈勃望远镜 因为哈勃望远镜是绕着地球在转的 所以它基本上是可以被维修的 当然也是成本非常高 但是是可以被维修的那这个韦伯望远镜 他们设定的目标是他们讲是 因为它远离辐射线 所以它要离开地球比较远 它其实离地球非常非常远 所以你一旦发射上去 你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可以维修的机会的 就是要研究这些可靠度 当你把它做出来以后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在 因为它是一个 等于是一个机械的元件 那机械的一些材料特性 其实在聚观的 其实很多人都有研究过了 因为材料的性质 其实很多人都研究过 但是问题就是说 当你把它做到微米的时候 那个材料性质 其实是不一样的 跟你在聚观的材料性质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去真的去了解 就是去测试然后了解说 在这个微米的量级的下面 你的材料特性是怎么样子 那怎么样可以去增强它的 它的可靠度 再不影响它的运作的功能的情况 怎么样去影响可靠度 确保它的寿命 在外太空寿命 可以达到你要的目标 美国NASA算是联邦政府的员工 所以他们每年都有固定的名额 是看国会批准 他们今年可以嗨了多少人 所以他说以我的case的话 第一个的话 我先可能要从外面的公司 嗨成contract继续做 然后等我拿到 美国公民身份以后 再开始排 比如说我可能前面排100个人 因为他们每年可能 搞不好只有10个名额 可以成 因为每年国会批多少 根据他们预算 他们不一定 就是每年可能可以嗨了多少人 把它转正 转成真正的NASA的职员 这个东西 他们没办法control Intel当时也有给我off 那其实台湾那时候 有一些教职的机会 我也是有off 那最后我选择到Intel来了 自己在NASA那一段经验 其实对我帮助是蛮大的 因为以前学术界的话 以前我看到的学术界就是说 你一般你会有一个project 你可能我也会想要说你要做什么 但是你最后如果真的project 没有做到你想要的目标 但是你在中间的过程中 你有一些新的发现 然后你有一些新的想法什么的 你就可以publish那个paper 对那对这个东西 对学术界来讲是很重要的 因为一直他一直希望 要有新的东西出来 新的idea新的想法 新的创新的创意出来 对那我跟NASA做这个project 就有点比较像工业界 这东西是你要把它做出来 后来我来Intel 我发现这一段的经历 对我也是有一些帮助 对对因为在工业界 他其实 他其实不管你发了多少理论 他东西要做出来 你卖才是重要 这种工业界学术好玩的地方 就是说你很多时候 你是可以有把以前的东西 再把它实现出来 变成一个新的技术 你做东西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或是你后面的人 什么时候会把它商业化 就像很多诺贝尔得主 他们很多时候 他其实也不是 他当时发明那个理论的时候 他可能人家也没有很重视 他可能过30年 又要突然变诺贝尔得主 对对 就是后面有人继续根据他这个东西 继续继续往上 所以在这个工业界或者是说学术界 其实大家都是互相一步一步这样子互相互相帮忙这样上来的 心态蛮重要的 我觉得第一个是心态蛮重要 其实我自己从台湾的学习到美国的学习 我自己也有一些感觉不太一样的 就是说其实我一开始刚到玛丽兰我们老师的实验室里面 他们他通常是这样子 他那时候去的时候是 他是第二年他是助理教授 因为美国他要拿Tenium 他其实上是非常拼的 我们教授 他基本上是是七天七天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都会在他办公室 那有时候就来实验室看 我觉得他会比较让我快毕业的原因也是 因为通常我去跟他一对一 一对一的时候 我他一般就是问你进度 就是跟公共业界一样问你进度 然后问你进度以后 你总是不可能每次都很顺利 你总是会遇到一些问题 遇到一些困难 然后不是你想象的这样子 那通常我是会跟他讲说 我的我propose一些solution 然后我再跟他讲说 他再给我一些建议 就根据我这个solution上面 那通常因为老师他没有真正亲自动手 去做你那个东西 他很多时候他的细节没有你清楚 虽然说他的知识什么各方面 比你够 但是他因为他很多细节的东西 他其实没有你做得很清楚 所以你跟他讲完你的什么 他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没有给我很 就是他觉得说可以 你就这样去做 那我通常会要他帮忙的 就是说实验设备跟经费 我说这两件事情会比较主动去找他 觉得心态上 如果你不要先觉得什么东西是不可能 你可以想想看是不是 就是因为很多人会习以为常的去觉得说 我目前的方式 我目前做事的方式 我们做研究的方法 或是我们的技术 如果你照这个思维想 当然是不可能 因为就是 那但是如果你换一个小度想 你如果跳脱这个东西 你或许可以看出一些不同的门路 或是有些不同的方法 是可以帮助你的 我英特尔的厂我都去过了 就是说我带我去过以色列 我在以色列待了两个月 就是去帮他们set up 他们那边的实验室 英特尔的实验室 然后我也去马来西亚去过两个月 然后哥斯达的一家 所以我看了非常多不同的人 那里面其实给我 除了美国人以外 给我印象很深刻是以色列人 他们在开会的时候 直接就是challenging那个leader 但他们都很习以为常 因为leader不是每件事情的决定 都是对的 对那我是看到说 像美国人或者是说 像我说的以色列人 他们会比较敢勇于提出他们的想法 然后敢勇于直接跟他说 你这样子的做法 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其实这整体来讲是好的 对因为这东西的话 会有一些不同的火花出来 就是说你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出来 对那也让上面领导者 他知道说 其实也可以 也可以试试看别的方式 那我爸爸其实给我们的影响比较大 就是说 他一直跟我们说 你做什么要像什么 他就是说 你就是你不管做什么东西 你就要尽你的本分把它做好 然后他自己也是 虽然说他的毕业学历不高 但他也一直在吸收薪资 像我即使我到了到现在 他如果有看到什么东西 他都还会简报什么的 然后还会寄给我 就是他看到报纸什么 跟我相关的东西 他都会特别帮我留意 然后呢 帮我帮我做一些整理 然后就跟我说 这东西你可能可以看一下 可能跟你有关系 包括我哥哥也是一样的 他送我们一个牌匾 我都还放在我的书桌上 对他就写了两句话 无穷智慧逆向思维 其实我是觉得 我自己也受用蛮多的 我自己从台湾长大的小孩 然后我们都是比较肯做 就是说老师叫你做什么 你就赶快去做 然后呢 可能就是考试 你就准备很好 然后我到了美国来看的话 就是很多美国学生 然后美国同学 他们很会讲 因为第一个是他们 英文是他们的模特 他们很会讲 对然后呢 后来看我女儿成长 在学校过程也是这样 因为他们很喜欢 让小孩子发表 他们的基础 我相信绝对没有 亚洲学生杂死 我们肯定 比如说很多时候 我看我女儿在算数 我说这都是答案 我们一看就知道答案了 但是后来我说 美国这个方式也有好处 因为他们是 让小孩子说去心庭 去想 他不是要求你要答案快 那我们受了教育 是赶快把答案写出来 然后赶快把答案都写对 这样我们受的教育是这一种的 美国的小孩子 我觉得他们的好处是说 他们因为没有这样子的受限 他们没有把很多时间花在 准备考试上面 或准备标准答案上面 他们会比较有多的时间去想一些事情 而且他们学校教育都是 基本上就是让小孩子一直看书 像我女儿他们小学 基本上一直看很多书 那我们以前就是只有教科书可以看 没有什么 就是偶尔看看外面的书 但是他们完全 他们没有教科书的 他就是让小孩子一直念书 一直念书 就念各种不同种类 人物的 传记的 历史的 科学的 也是希望他能够 就是像我自己这样子 认真把东西做好 当然是他可以选择 他喜欢做的事业 或是工作 对 但是要把它做好 对 因为这个 这个是美国小孩 其实有时候你很难去 就是说 去persuade他 一定要做什么 做什么 对他们这边是比较强调 是去发掘小孩子的潜能 兴趣 起码他经过两种文化 他可能会比较了解 对对对 而且他可能以后 要跟亚洲的人打架 到他比较知道 他们在想什么 都会对对对对对对 happened 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